反舰导弹有着极高的消费比 目前已经成为各国水面舰队最大的威胁 比如在1982年的福克兰战争中 英军一艘造价超过1亿美元的雪菲尔号驱逐舰 却被阿根廷一枚30万美元的飞鱼反舰导弹所击沉 今天就给各位老铁讲一讲 可以拦截反舰导弹的7款禁防系统 Top 7 美国方阵禁防系统 这款禁防系统是由美国通用动力公司 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 为美国海军防御敌方反舰导弹的防御武器 整个系统采用了全自动模块化的设计 主要由一门6管20毫米火深全自动机炮 和搜索跟踪雷达所组成 在作战时不需要人员手动操作 将目标资料输入到高速计算机内部后 这款系统可以自主进行目标搜索和跟踪 甚至可以对目标的威胁程度进行评估 可以在1.5秒内将炮口对准目标方向 每分钟打出4万5千发炮弹 高度自动化的设计让方阵禁旁系统 不依靠舰艇的侦测系统也能独立工作 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设计 导致它有一个很大的缺陷 就是这款系统无法与舰艇自身的 雷达火控系统进行协同作战 只能单打独斗 Top 6 荷兰守门员进防系统 这款武器系统是由荷兰信号公司 与美国通用电器合作开发的 新型守门员进破系统 主要由GAU-87管30毫米机炮 和两个双频追踪火控雷达组成 机炮的炮口出速可以达到每秒1109米 一秒可以射出70发子弹 也就是每分钟4200发子弹 GAU-8这款大名鼎鼎的机炮 曾经被美军广泛的装备在A10攻击机上 配合搭载摄影机的双频雷达 可以同时跟踪18个目标 并且可以选择最有威胁的目标进行攻击 根据弹药的不同 有效射程在两公里以内 守门员作为自主全自动武器系统 可以用于防御短程高机动导弹 以及飞机和快速机动水面舰艇的拦截 整个过程不需要人员操作 但是由于制造成本过高 是普通20毫米口径进破系统的2到4倍 所以并没有大面积的服役 如果守门员的价格和小口径进破系统一样 那么它一定会超越密集进防系统 成为服役数量最多的一款进防武器系统 TOP5 意大利标枪式进防系统 标枪进防系统是意大利布雷达公司 以瑞典波夫斯40毫米高炮衍生而来的一个型号 它是由两门波夫斯40毫米L70高炮 一台火控雷达和一台火控系统所组成的 具有高射速快反应的优势 主要使用进炸引信弹药 进炸引信弹药是一种发射后 可以在目标附近爆炸的特殊弹药 两门L70高射炮每分钟可以打出600发弹药 有效射程在4公里以内 标枪进破系统后期的改进版本40快炮 在射速上有了一定的提升 每分钟最多可以打出900发炮弹 并且敌方反舰导弹距离舰艇1公里以内时 将会自动从高爆弹切换成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 这让标枪进破系统的防御能力 有了一个质的提升 AK-630型进破系统想必各位老铁也都比较熟悉 而俄罗斯的AK-630M12型就是AK-630的改进型 俄军在AK-630的基础上 将单门AO-18K式30毫米火炮数量增加到了两门 共系12根炮管 炮管的增加也让射速有了成倍的提升 在不考虑被弹量火力全开的情况下 每分钟最多可以打出1万发炮弹 并且有效射程在4公里内 这款武器系统搭载了两种雷达配合光学瞄准使用 最多可以同时锁定4个目标 虽然同时锁定的目标较少 但是它的探测范围却达到了21公里 在安装结构方面与AK-630进破系统类似 这是由于AK-630M12型所使用的零件70%都与AK-630一致 讲道理 这样一款性能出色的进破系统一经问世 就应该大面积的搭载在舰船上 但事实上却并不是如此 俄罗斯的这一款进程防御武器系统 于1983年开始研发 1986年通过测试后 AK-630M12并没有进入批量生产 也没有大面积的装载到舰船上 而是仅用于出口外销 TOP3 莱茵金属奥瑞钢千禧年机炮 千禧年机炮是瑞士奥瑞钢公司与莱茵金属公司合并后的第一款武器 千禧年机炮由奥瑞钢35毫米转塘机炮为基础 而研发的一款箭载进防系统 主要由回旋角度为360度的旋转炮塔和弹药组成 具备远程控制能力 并且与老旧的火控系统相兼容 使用进炸引信弹药 根据炮口末端的传感器 能够测量每一发的确切速度 每分钟最多打出1000发炮弹 炮弹内部杀毁段装有152枚乌合金紫战斗布 在接近目标后自动引爆 并且分散打击攻击目标 虽然这些紫战斗布的重量仅有3.3克 无法对目标造成严重的损坏 但是大面积打击所累积的破坏 足以让打击目标的传感器失灵 整体击杀效率要优于传统弹药 而且这款进防系统易于安装 安装时只需要60分钟 就可以将千禧年机炮直接焊接在甲板上 炮塔内部可以装载252发备弹 虽然对比其他进防系统备弹数量较少 但是它的精确度和命中率 足以对付8枚即将来袭的反舰导弹 TOP2 俄罗斯卡什坦炮弹核一系统 卡什坦是历史上第一个将进破系统 与导弹结合的武器系统 当时的苏联专家认为 单纯的进防系统已经不足以拦截 现代化先进的反舰导弹了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导弹融合到进防系统中 卡什坦系统主要由指挥模块 作战模块 防空导弹装填系统和炮弹 这三个模块所组成 其中指挥模块主要用于目标的探测和分配 可以同时跟踪30个目标 最大探测距离为45公里 配备了火控计算机的指挥系统 最多能够指挥6个作战单元 根据探测的信息 可以自动选择最佳作战方式 卡什坦进破系统搭载的导弹是 SAN-11防空导弹 这款导弹具有助推飞行时间短的特点 能够对最大8公里 最小1.5公里的反舰导弹进行拦截 整个系统导弹的备弹量为64枚 当导弹拦截失败后 系统将迅速启动导弹发射架下的 两座AO-18K式30毫米转管火炮来进行拦截 这种火炮咱们上面讲过 它能够实现每分钟1万发的射速 整个系统对敌方反舰导弹的拦截率超过95% 拦截防御性能非常优秀 TOP1 美国海公洋武器系统 海公洋是由美国雷神公司 根据方阵进破系统的设计改进而来的 整体由11连装的公洋导弹发射箱 方阵系统雷达 光电侦测器 相结合的导弹型进防系统 具有非常强的自主性 遭遇敌方反舰导弹来袭时 可以自动锁定目标并且进行打击 不需要向舰船其他系统索要更多资料 非常适合安装在各种舰船上 举个例子来说 海军的补给舰一般不具备战斗系统 所以无法提供武器系统所需要的来袭资料 而补给舰的探测器和探测系统的能力非常有限 这类不具备自主防御能力的舰船 一旦搭载海公洋武器系统 将会有着十分出色的反导防空能力 同时海公洋武器系统所使用的导弹 是每枚价值数十万美元的RM-116公洋导弹 公洋导弹在发射后的最大速度超过了两倍音速 作战半径达到9.6公里 通过红外成像导引器接近并且打击目标 这样的引导方式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拦截精度 美国的海公洋武器系统与常规的进防武器系统不同 它可以将自身的系统和舰船所搭载的作战系统相融合 这样就可以使以前不具备防空反导能力的舰船 拥有点防空能力 并且作战范围也远远超出了 传统进破武器系统的防御范围 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各位老铁还想看哪些盘点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你想看的也是我想要了解的 各位老铁们我们下期视频再见